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贪心 今天继续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的行程 一夜无话 到了早晨起来 打开窗走到阳台上 放眼望去 还是天茫茫 海茫茫的一片 看不见岸边 这时候已经八点多钟了 所以赶快到孩子们的房间 叫他们起来 一起去吃早餐 早餐和普通的五星级酒店差不多 但是因为船上人多 花样更加丰富一些 邮轮上的游客 坐席时间都差不多 你几点起床 别人也差不多是那个点 如果不想看到人太多的话 要趁早要早点起床 像我们这个时间起床的 到了餐厅就看到了很多的人 座位都需要稍等一下才有 海洋航行者号 给我的感觉啊 是这上面的工作人员 非常的多 无论是客房 餐厅 大厅 游乐场的工作人员 都很多 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 海洋航行者号啊 是总部设在美国的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 属下的21艘豪华邮轮之一 位于全球十大邮轮之列 也是亚洲最大的豪华邮轮 这艘邮轮是在1995年 10月29日交付使用的 在当时下水的时候 是全世界最大的邮轮 邮轮吨位是13.8万吨 载客超过3000人 船员就有1200人 你看光船上的工作人员 就有1200人 这艘船在2002年 重新装修过一次 然后又在2009年的时候 翻新过一次 总长度为311米 宽48米 拥有15层的甲板 1557间客房 当时的造价是7.1亿美元 这艘邮轮的超大空间 是傲适于其他所有邮轮 超大的空间 使创新更容易 所以各种新颖的设施 仅可建于此类的邮轮 另外舱房的种类选择 也更加多样化 华丽壮观 并横跨三层甲板的主餐厅 和多个特色餐厅 超过千人容量的大剧院 每晚都能上演精彩分城 风格各异的歌舞表演 海洋航行者号 突破了很多传统式的 邮轮设计 船上有一条 挑空四层的 亚洲最大的海上 免税购物街 它叫做皇家大道 纵贯于整个 五层的甲板 长达130多名 两侧各式琳琅满目的精品店 和免税店品牌齐全 令人目不佳接 这也是邮轮史上的 第一条购物大街 这里还有一个 真兵打造的海上溜冰场 也堪称亚洲独一无二 船上还有亚洲唯一的 海上标准篮球场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是 邮轮的顶层甲板上 还有一个海上教堂 我们吃完早餐后 就去市内的溜冰场 去溜冰 溜冰场的入口是在三楼 那整个的高度 是占了三楼和四层楼 两层楼 它不仅是一个溜冰场地 而且也是个溜冰表演场地 因为周围有很多的观众席 时不时的 还能在这里举行冰上表演 不过可惜的是呢 我没能提前拿到票 所以没能有机会观看 很遗憾 孩子们到那里 很快就换好了鞋子和防护手套 护膝等的用具 下去开始滑了 他们平时在家里 经常在楼下滑轮 所以滑冰刀的时候 上手很快 我也一起下去玩了玩 我上一次滑冰刀鞋 那也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了 这么多年没玩过 我上去之后 居然还能记得怎么滑 你看 年轻的时候 多学点东西是好的 学了就是你自己的了 永远都忘不了 玩完了溜冰 再去玩冲浪 还看了一个冲浪表演 是由五六个英国来的冲浪好手表演 几个大男孩在水中玩水 这个工作倒很不错 每天就是玩 不知不觉又到了中午 午餐过后休息了一下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这时候的船已经靠岸了 到达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槟城是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北侧 又被叫做槟榔雨 那个雨就是岛屿的雨 对了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岛 在过去 从岛上去大陆的连接 是要靠渡轮的 1985年时候 建了连接槟城和马来西亚大陆的 第一座桥梁 就是槟城大桥 槟城大桥是长达 13.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 这座大桥就成为了槟城的地标 在2014年的时候 又修建了第二座跨海大桥 长达24公里 其中在海上的长度为16公里 这第二座大桥 就成为了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 那为什么槟城被称为槟榔雨呢 是不是这岛上有槟榔呢 对 没错 而且啊 是最早来这个地方的华人 看到岛上有很多槟榔树 因此把这里称为槟榔雨 这槟榔雨的地理名词 最早它已经出现在 明朝永乐年间成书的 郑河航海图中 15世纪中 一部中国周诗使用的海盗真经 顺风相送 就记录了从马来半岛的昆仑岛 到槟榔雨的航行指南 可见呢 在15世纪时 槟榔雨就已经与中国通航了 从邮轮上望出去 最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那个古旧的钟楼 典型英式的钟楼 住立在那里 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槟城和新加坡一样 都曾经是英国人的殖民地 而且啊 大英帝国 把当年槟城 马六甲 新加坡 整合为海峡殖民地 最早英国开发 槟城殖民地的时候 那时还没新加坡的 新加坡这个名字 没人知道 知道他也不会关心 因为那时新加坡没人去 1786年3月 英国人莱特 成功的迫使当时的苏丹 同意将槟榔雨租借给 英国东印度公司 那从此呢 东印度公司就以槟榔雨 为英军海军基地 莱特也成为第一任总督 槟城 因此就成为英国最早的 在远东殖民的贸易自由港 在莱特开辟槟城之前啊 槟榔雨已经是东西方贸易 投经马六甲海峡的必经之路 那为什么要来这呢 因为这里有淡水 那时船长们啊 都知道这个岛上 有良好品质的饮用水 莱特总督在任期节 还有一个贡献 就是他大力的鼓励 华人及其他移民进入槟榔雨 那从此槟榔雨就日益繁荣 在莱特刚刚来到槟榔雨的时候啊 岛上只有居民58人 历史文献还有记录 其中三人 名叫张礼 邱赵进 及马福春 这三位客家人 是过着打鱼的生活 那他们呢 是在1745年 就来到了槟榔雨 死后就葬在这里 那他们比莱特早来了41年 1791年的时候啊 也就是槟榔雨成为英殖民地之后的五年 在槟城对岸的威省 部分地区也被割让给英国 1792年时候啊 当时估计那个地方的人口 已经接近一万人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是杂居在码头处 极不卫生的地方 很多人因而死亡 最后就连总督莱特本人也是受害者 他在1794年 因为患孽疾 逝世 相连54岁 诶 槟城还有一样东西出名 那就是啊 他曾经输出革命 在早期 这里可是孙中山 即同盟会的革命党在东南亚的根据地 而且当年的革命党人在这里办报纸 办光华日报 革命人士也在槟榔雨组织槟城月书报社宣传革命 我们在历史上一定会学的黄花岗起义 就是孙中山 赵生 黄兴 胡汉民 和邓泽如 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 在1910年11月13日 在槟榔雨 一决和策划的 朋友们都知道 黄花岗72烈士 这72烈士当中啊 就有四个人来自槟榔雨 除了这些革命党人 还有一些人也是槟城人 比如说 鼠疫斗士 武连德 我以前曾经在节目中讲过他 他是东北的救命恩人 当年是他 把东北从鼠疫的灾难当中拯救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孤鸿鸣 国学大师 这位先生也是来自于槟城 曾经的南洋首富张碧氏 他也是槟城人 那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 是谁呢 他就是名声在外的汉奸 汪精卫 那不是汪精卫 而是汪精卫的夫人 陈碧君 他也是槟城人 当年汪精卫啊 随着孙中山来槟城宣扬革命 汪精卫就常到陈碧君家做客 那陈碧君是当地华侨领袖的女儿 当时就捐款支持革命 不久 汪精卫离开 离开槟城赴日本 那痴情的陈碧君 也追到日本 1910年 汪精卫回到北京 刺杀清朝摄政王 宰封 不果 被判终身监禁后啊 陈碧君是不离不切 买通了狱卒 给汪精卫 送医送食 两人的感情 进一步发展 1911年 汪精卫获得释放后 两个人于1912年 在汪精卫广州的家中 举行了婚礼 只可惜啊 汪精卫本来是一个革命志士 最后却落得一个 汉奸的下场 陈碧君自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1946年 国民政府起诉陈碧君 告他勾结日本首脑秘密言和 并且参与汪精卫的谋意 陈碧君被判处终身监禁 原本蒋介石在1949年 准备迁移台湾时啊 要把这些无期徒刑啊 转至台湾 但后来来不及转移 南京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占领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 陈碧君依然在服刑 那他的罪行太大了 无可宽恕 所以他在监牢里 度过了他的残生 1959年 病死在狱中 哎呀 真是很感慨 本来一对英雄式的人物 只因为一步走错 满盘结束 真的是很可悲 槟城这个地方 我十六七年前就来过 那时候我和我太太 还很年轻 二十多岁 我们啊 就在新加坡乘坐火车 来的槟城 国内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啊 只有以前的那种绿皮火车 速度挺慢的 没想到 马来西亚的火车更慢 晃晃当当 足有12个小时 才到了靠近 槟城岛对面的火车站 我还记得那个站名叫巴特沃斯 它位于马来西亚北海城镇 然后就从这里啊 搭乘渡轮 到达槟城 火车上感觉啊 很古老 朋友们看过老电影 东方快车谋杀案吗 就是那个样子的火车 好处是呢 火车上都有单尖 两张床 一个单尖 类似以前的软卧 不过我也没办法比较 因为我也没做过软卧 以前做软卧 都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能做的 买票 他也不卖 我只做过硬卧 那硬卧和这个火车单尖 两张梳着的床来比较 那感觉就是天堂了 所以当时火车开的再慢 也不在意 当年到达了槟城的渡轮码头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下着雨 我们呢就拖着行李 因为事好订好的酒店啊 离着并不远 走路就能到 可是下雨 那只能坐在那等着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个骑三轮的老人家 是个老华侨 看样子啊 骑马65岁以上了 他就是骑着三轮 来拉客做生意的 招呼我们坐他的车 槟城的一个特色啊 就是城市中 到处都是有这种 骑着观光三轮车 拉客的车夫 我就记得啊 当时我太太跟我说 这么大岁数骑三轮 多可怜啊 别坐他的车了 我就说啊 如果他拉不到客人 那不是更可怜 那于是呢 我们就在大天雨中 乘坐这辆带有遮雨棚的三轮车 慢慢的驶向酒店 那十六七年前 对于槟城的印象 到现在只剩下这些 具体住的什么酒店 去哪玩的 吃的什么 全都没有印象 我们人的记忆也就是这样 往往记得都不是什么大事 而对于这些极小的细节 会刻骨铭心 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个湿湿冷冷的夜晚 那位骑三轮车载客的老华侨 这幅情景啊 在我脑中印下了影子 所以这次下船 除了在槟长的街道上走走 吃了炒果条 喝了山豆 我还特意找了两辆观光三轮车 车夫也同样是华侨老人家 坐这行的都是老人 没年轻的 我们一家四口 分别乘坐两辆车 在槟城内转了一圈 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 在槟城停留的时间 只有五个多小时 我们也只是转了一小圈 就赶快上船了 因为我们不想错过当晚的表演 孩子呢 也吵着回去看电影 所以我们就早早的回到了船上 今晚 航行者号就会启程 开往泰国普吉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